一龙执行长严陈丽莲 在科技日乘坐旗下纳智杰N7 也就是鸿海的Model C量产版 去年亮相后 今年已经挂上logo 很舒适哦 来 让我们在那个前面后面 开门一下 搭载新车很舒适 量产版N7 深蓝色的车身 与黑白的原型车外观有些区别 内装同样充满高科技 包含15寸影音娱乐系统 后座空间再放大 成年人进去 脚步有约三个拳头 而头部也很足够 9月开放预购两天 就破1.5万张 带动品牌转型 我们颜纳总 这个巨龙的颜凯泰 颜陈丽莲女董事长 郭董念姿在姿 支持时一度较错 媒体人陈文谦曾透露 郭董梦到颜凯泰 开启双方合作契机 其实纳智杰一直以来 都是颜凯泰的梦想 在颜陈丽莲接手御龙后 开启一系列的改革 包含大刀阔辅 重整中国东风玉龙 转魁为营后 与鸿海强强联手 要让品牌重申 国产电动车N7 堪称专心重要关键 台湾其实不要妄自菲薄 特斯拉也是我们台湾 第一台造出来的 里面有好多的东西 都是台湾做的 我觉得这是让纳智杰 可以有这个翻身 这个好机会 玉龙要靠新车 打响电动车第一站 相关细节也将在20号 纳智杰品牌日公布 专家分析除了续航品质 价钱将会决定 未来销量 转学许进行方向 接着